少林寺即将在澳大利亚修建分寺一事 最近在网上吵得沸沸扬扬 那么这座分寺坐落在哪里 有多大的面积什么时候开始修建 带着这些人们关心的问题 人民往澳大利亚来到了距离 悉尼以南170公里的萧尔黑文市 一探究竟 少林寺的澳洲分寺全职 就在澳洲东南海岸的萧尔黑文市 这里距离悉尼和堪白拉 都只有两个半小时的车程 当地人口大约10万 但在假日期间 通常能够吸引40万人起来游览 是新南170周的旅游胜地 据市长乔安娜·盖斯女士介绍 少林寺澳洲分寺项目 包括了一座大型寺院 一家包含500套客房的酒店和教学机构 以及草药园 福尼养生设施等相关配套机构 整个项目耗资3.5亿澳元 约合人民币17点而已 所以这里是一部分的地区 整个地区是一个1200亿地区 我们从NARRA到近15分钟 它一定会在沙尔黑文市 我们了解到 少林寺与澳大利亚方面的合作规划 至今至少已有超过8年的时间 盖斯市长早年在担任 澳大利亚联邦国会议员期间 就曾多次访华 那时就已与少林寺方面有过接触 据了解这一项目的正式启动和实施时间 取决于少林寺方面的计划 但市长表示他希望能在不久的将来 见证这一项目的动工 尽管当地市政府方面 对这一项目表示了高度的认可和欢迎 但项目规划的通过也并非一帆风顺 例如项目最初规划的高档住宅区 和高尔复修厂 都没能通过有关部门的审批 最终割测 这些区域的建议和河区域的建议 都没有通过国政府的计划 通过管理研究委员 他们不认为它不符合 跟建议的全国的旅行 和建议和建议的建议 还有建议 有仍然有很大的 建议的建议 包括服务部 和酒店的房间 和其他一样 少林寺这个国际知名文化品牌的到来 多多少少会改变这个小镇的宁静生活 那么它在经济文化 就业和旅游方面 将给这个小镇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我们也拭目以待 人民网澳大利亚 小尔黑文报道